又到了聯絡方程的實戰時間 這條問題,你看到佔的版面比較大 其實就是在一隻遊戲裡拿出來的 說話就像Cook King Mama那樣負責做漢堡的任務 弄個漢堡包出來 漢堡包裡面夾不同的材料 就會有不同的這些數字 這些數字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這個單位是KCAL 有減肥的朋友一定不會陌生的 這就是熱量的單位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卡路里 我們分別很快看看 究竟可以做什麼漢堡 第一個就是經典的普通漢堡包 分別有兩塊包 這個是兩塊包 再加一塊漢堡扒 然後再加一份西生菜 這個晶片的漢堡包 就會有這麼多熱量的 然後就是芝士漢堡 沒有什麼就是多了一塊芝士 然後就有這個數字 然後就是雙層芝士漢堡 搞清楚雙層芝士漢堡 雙層不是這一塊芝士 而是隔離這一塊漢堡扒 就會有這個熱量 最後這個就是超級巨無霸的 那這個究竟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那這個就是牛油果來的 那什麼人會這麼奇怪 會夾到牛油果去漢堡呢 那你不要問我 我之前說過這條問題 在遊戲裡拿出來的 那你就可以問這遊戲裡這麼特別的 那這條問題就是問 如果我要做一個這樣的漢堡 夾到牛油果 不要芝士 那麼加一塊 對呀 有一塊漢堡扒 有一份西生菜 那究竟會有多少熱量呢 那麼比較一下 基本上 題目所要求的漢堡呢 就是 一份經典的漢堡 可以比較一下裡面這裡的材料 是一份經典的漢堡 只不過 夾多了一塊牛油果下去而已 你看 21011 這個是20011 那麼多了一塊牛油果下去而已 那我們就可以用聯立方程學過的東西 去解釋這一塊的東西 究竟是多少卡路里 那把它變成代數 慣例呢 就是 把這條色各字 叫它做 色1、色2、色3、色4和色5 這個已經是 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了 然後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找出這一塊牛油果 究竟 佔多少卡路里 熱量是多少 那呢 唯一我們 我們 有給我們 Hints 究竟 牛油果 有幾 有幾 高熱量呢 是色4的 那我們 我們 把色4 然後整條抄下來 4x 加y 加2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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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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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份牛油果加一份汉堡扒 我们会剩下225 之后我们就转移视线 既然有这条息之后 是一份牛油果加一份汉堡扒 我们的集中力就会转移到 这一份汉堡扒究竟有多大 这个不难 我们之前说过双层芝士汉堡 和芝士汉堡的分别 就是在于一个多了一块汉堡扒的帽子 这个就二办 我们只要色3-2 我们就会找到W 这些东西全部都弱了 那2W选一个W 就剩下W 就等于150 452选350 就是150 然后简单 就拿这条色 Y加W 抄一次 Y加W 我们有225 而W呢 就有150 那顺理成章 我们就会找到 Y 这份牛油果 是等于75 那到最后最后 之前说过我们所求的汉堡的卡路里 就是这个 就是一份普通的汉堡 就是一份普通的汉堡 在这里 是 一份普通的汉堡 加 这块牛油果 那普通的汉堡呢 普通的汉堡呢 普通的汉堡呢 就等于252 那两个加起来呢 就等于5 那所以第五条色呢 最终得出来的卡路里数目呢 就是 327 那大家有兴趣呢 就可以Google一下这款Game 那这款Game的名字呢 就在这里 是密室逃脱系列 那呢 今次这个联立方程的实践 就说到这里了